睡的正香呢 突然就下大雨了 昨天的话也是帮这个雨布给他披上去了 下到现在的话都没有停啊 肚子的话是非常的饿 帐篷里面也没有吃的 这回的话要打着伞 出去买点吃的 这边买吃的好像挺远的 得有五六百米吧 这回的话也是坐起来了 这边的话在哗哗的流水啊 这个雨布的话起到大作用了 一滴水的话也没有漏进来 看这个雨布的边上 这个水哗哗的往下面流啊 边上的话也没潮湿啊 还是非常好的 下面这个防潮垫也是起到大作用了啊 一滴水都没有 这边的话形成了一个斜角 水的话会从这个斜角流下去 所以只会前后进一点水 不会进很多的水啊 现在的话要找一下这个伞啊 找一下伞的话得出去 然后买一点吃的了 还好之前买了一把这个武术伞可以用啊 给这边拉开看一下 哇 这个雨下的太厉害了 水的话都泡汤了啊 看 好多的水啊 外面的话还打雷了 先帮这个伞拿出去 然后我看看怎么出去啊 哎呀 熊猫的话也得往这边拽一拽了 帮子淋潮了呀 这个都还没湿啊 感觉还是挺好的 现在的话从里面出来吧 这边跟了边捂得严严实实的 看看我的东西怎么样了 哇 这个锅里面接了一半的水啊 然后棚里面也是接了特别多的水 其他的东西的话都潮掉了 面条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要了 纸巾的话也是了 还好昨天的话帮这个鱼的放到里面了 这样的话没有潮湿啊 这一块是挺好的啊 技工扇子的话也是彻底潮了 还有肥皂的话不会没有吧 应该能扛得住啊 然后看看我的自行车啊 居然没有倒 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也是劈了这个雨布之后啊 就不会潮水了 这边的话可能是我没仔细看 哎呀 这里都进了好多的水啊 再往这边盖一盖吧 哎呀 没检查仔细啊 也是进了好多的水 东西的话都在这一块啊 然后上面的话有这个藤条有树枝啊 这回呢 再打雷又下雨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啊 旁边的话也是住了一户人家 看看路面的水 这家伙太厉害了 还好穿的是拖鞋啊 不用担心啊 都可以免费的洗个脚了 哇 这也太爽了 又听到打雷的声音了 这个雨下的可真猛呀 看看我的东西都在这一块啊 看看这个路上面也没有人走路啊 就我一个人 感觉走不到边似的 哎呀 看看这边的水 水汪汪的 太厉害了 伞的话好像有点小了 冷兮兮的 全身发抖啊 可能是我穿的比较少吧 这一块路的话都没办法走了 彻底成河了 也不知道水位有多深啊 感觉都看不到底啊 现在的话得慢慢走 你看 小的话都快给我淹掉了 这雨下的太猛了 哎呀 只能慢慢的走 还好没有开车的 也没有骑电动车的 不然肯定见我一身都是水啊 雷声不断啊 越来越大了 终于是回来了 买了一点饼干跟一些水的 花了我20多块钱啊 主要是这个饼干太贵了 一块多一个啊 主要是这个饼干也快过期了 然后旁边的话啥吃的都没有 没办法就买了点饼干啊 现在的话给这个帐篷里面搞一个灯啊 因为这里面黑 黑不溜秋的 啥也看不见 没办法吃东西 灯光是打开了 还可以啊 比较亮 帐篷里面的话也没有之前那么黑了 星期节目 ay啊 哥阿姨 祝小羊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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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路一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